我說到今天星期一 立法院確實空空蕩蕩 原來因為八個委員會有七個都去考察了 也就是因為這樣這次立院會期 還特別延長到七月十六號 但是議會卻還是讓法案以 加開臨時會方式再額外來處理 因此遭到公督謀批評 說這樣做法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委員會大門緊閉 星期一上班日立法院卻空蕩蕩 立法院八個委員會 除了未還委員會邀請 衛福部長邱太元來質詢 七個委員會全部出門考察去 在各黨朝野協商後 把這個會期延後到七月十六號 但卻出現了無法可審的尷尬處境 考察裡面可能這個低於 三人以下出席的部分 還佔了蠻高的一個比例 也就是他平常在跑團 平常在做婚喪洗禁的這些工作 然後讓他的會議 在常態的例會裡面 他可能只開半天的時間 然後導致事情沒辦法做完之後 才要用研會或用臨時會 連NCC人事案都要另外用 加開臨時會的方式 被公督謀批評根本本末倒置 爭議法案在國會改革後 招委不敢排 在修會的尷尬空窗期 不免讓人懷疑立委們會不會是在浪費公堂 立法院大概在預算來講一年大概是40億左右 那如果我們除以三百六十五天的話 等於一天的費用將近一千萬左右 即便是除以八個委員會來講 一個委員會一天的運作至少是等他 等同是一百多萬 藍綠立委們解釋一切都尊重趙委安排 不過立法委員領的是人民納稅人的錢 沿了會期卻沒有真正開會 當然也該被放大檢視 記者李洛同 吳永安採訪報導